兄弟们 这是国庆放假前期 我们公司一直有这个规矩 今天两天放假 今天带你们去 将近的矿坑玩讲满 好吧 赶快赶快 放气了放在后备箱里面 这什么车啊 看着很大气 这截图旅行者 旅行越野SUV 方方正这个造型 上面这个行李架 可以放各种拓展的东西 最重要是后备箱也大 这些东西都能放得进去 这造型还有硬派越野的feel啊 那必须的 你好截图 导航到汤山 这体操可以啊 是吧 220T昆蓬动力 254匹 399米的扭矩 咱们再踩一脚 我跟你们这边 我跟你讲 咱们这是过两天才中间放假 今天主打的就是 带你们期间感受放假的氛围 没有个这金属面吧 这机感真不错 静汉风哎 这个车可不是只看起来硬汉 十几万的价格 就可以给你安排 这个波洛华那第六代的四驱 加线滑插入器 越野性能很能打的 这一套XW智能四驱系统 你看 可以根据四条轮胎 不同的工况 自动调节扭矩分配 比如像这段 零零路面 会自动锁定打滑的轮胎 立体验车 支持六种的驾驶模式 这个是特有的X驾驶模式 可以智能的感应路面情况 不需要头疼去做选择 对越野性手很友好的 我觉得旅行者 真的很适合那些偶尔探险 更多的时间 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年轻人 他这个智能四驱系统 真的很易用 而且评价很合理 前面就到地方了 大车吧 女士们 现在把甲板拿下来 一会儿就把它给吹起来 一会儿放电功能 后面这一叉 直接冲气 这样 咱们先运动 然后再来个维炉煮茶 好啊 好 都玩累了吧 等快来吃烫烫 点盆那么大月饼也就吃 都玩了 了 好 哈哈哈